说起袁世凯 好多人骂他卖国贼 为了自己当皇帝 袁世凯逼迫龙玉皇后签下退位条约 让清朝末代皇帝普及退位 但是他自己也仅仅当了83天的皇帝就去世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应当全面 世人只看到了袁世凯不好的一面 但是在这一方面 他做得非常好 连鲁逊都非常佩服 袁世凯小时候不爱读书 成绩特别差 但是他在军事方面非常有天赋 通过绢官的形式 袁世凯走上了仕途 虽然这种当官途径被当时许多人看不起 当官之后的袁世凯在官场游刃有余 取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还在暗地里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袁世凯的政治手腕 恐怕是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望尘莫及的 溥仪退位后 袁世凯过了一把黄帝影 后来因为签署卖国条约 袁世凯背后是骂得体无完肤 你或许只看到了袁世凯身上的污点 却没发现他也有他的闪光点 近些年 有许多学者对袁世凯有了新的看法 从更客观的角度评价 袁世凯是一个 十分出色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就拿中国教育的发展来说 袁世凯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历朝历代 皇帝们对于文人的任用 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一边用着他们 一边防着他们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曾经实行八股文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 曾经大兴文字语 统治者出台的种种政策 让当时的文人们战战兢兢 不敢越雷迟一步 可能袁世凯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 他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尊敬的 民国时期著名的奉卿 鲁迅先生就曾经对袁世凯这个人高度评价 1912年 应蔡元培的邀请 鲁迅先生来到北京 在北京 鲁迅见到了袁世凯 还进行了一番深刻的交谈 袁世凯十分仰慕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力的鲁迅 对于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见 鲁迅先生也被袁世凯 李贤下士的风范折服 两人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问题 都有自己的深刻见解 可能鲁迅先生对于袁世凯 杀伐决断的事迹不是特别了解 他只看到了袁世凯在教育事业上的饱满热情 鲁迅先生曾经在别人面前这样评价袁世凯 只有袁世凯略知如何对待支持分子 对稳固统治最有利 其余的统治者见识都微不足道 能让文坛大豪杰 鲁迅先生如此高度赞扬 从侧面能看出袁世凯的政治魅力和个人风范 其实鲁迅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认红并赞扬袁世凯的文人 史料记载 张太炎曾经大骂袁世凯 要是换作平常人 袁世凯早就砍掉他的脑袋了 但是张太炎是个文人 袁世凯对他十分包容 只是将他关起来 监狱里张太炎也不安分 四处刻写袁世凯的名字狠狠敲打 后来 张太炎回忆往事 他这么评价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不错的人 我指着他眼珠子骂 他也熟视无睹 现在的人 听到有人背后议论自己 说不定心里恨不得将别人千刀万剐了 且不论袁世凯的功过是非 就冲住他对中国教育的重视 对文人的赏识 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